《大紀元時報》 位於美國中西部地區和大湖區的墨西根州 在中共病毒的疫情中 一直是全美50個州死亡率最高的州 目前感染人總量列全美第七位 截至4月23日 共有35,291人感染 2,977人死亡 《大紀元時報》網站 4月22日的統計數據顯示 墨西根當日的死亡率是8.28% 超出排在第一位紐約州的7.69% 美國墨西根州死亡率為什麼會這麼高? 我們一起找病毒蔓延的軌跡 探究原因 汽車工業是扭大 武漢病毒直達墨西根 墨西根州地區的雜誌Bridge 在3月31日發表的一篇題為 《為何墨西根的病毒傳播與倫州 相比如此之快》的文章中提出疑問 墨西根為什麼是大湖區5個州疫情最嚴重的州呢? Bridge文章用圖表對墨西根和大湖區其他4個州 印第安納州 伊利諾伊 俄亨俄州和威斯康星州進行比較後發現 墨西根的感染人數遠遠超過其他4個州 甚至呈幾倍的數量 文章提到中共病毒在這些州開始引發的時間 大概都是在3月中旬 但不到2個星期時間內 墨西根的確診病例 就是其他各州的3到10倍 文章引述墨西根大學教授大衛·克頓的說話 他們採取了同樣的措施 墨西根女州長格雷琴·丘特麥 下的禁足令甚至是全國最嚴厲 但這也無法阻止中共病毒的迅速蔓延 中共病毒在墨西根表現的異負沉常嚴重 克頓和其他專家出了4個可能原因 中前兩項都與中共有關 首先他們認為 底特麥國際機場有直達武漢航班 中共病毒早在去年12月 就在武漢開始傳播 底特麥和武漢通行保持到1月23日才停止 他們認為是因為底特麥汽車製造業 與武漢之間供應鏈的關係 武漢是中國主要汽車中心之一 中國最大汽車製造商之一的東風汽車 和其他5家大汽車廠都集中在這裡 通融汽車和上汽的合資公司 早在2013年就在武漢建設投資了73億美元的工廠 墨西根是中資汽車企業在美投資中心 墨西根州首府底特律是全美汽車中心 美國的三大汽車製造商 通融汽車福特和菲亞特克萊斯勒的總部 全部集中在這裡 在過去30年中 這三大汽車製造商 紛紛將工廠和裝配車間轉移到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 以降低材料和勞工成本 同時佔有亞洲的新興市場 通融汽車網站介紹說 通融公司在1997年進入中國後 至今已在中國建立了10家合資企業和兩個研發中心 僱員超過58,000人 2018年在中國銷售汽車超過364萬部 汽車工業的投資輸出和製造轉移造成底特律大規模的失業 這個基本靠汽車工業支撐的城市 在2013年申請破產 還帶動了整個州經濟衰退 當美國汽車業貪圖中國的廉價勞工和材料的時候 中共資金支持的中國企業 就更傾來於美國汽車技術 大陸新郎網在2018年8月24日發表了一篇題為 他8年8次訪華與特朗普對著幹 認為中國作用不能缺的文章 標題裡的他指的是密西根前任州長 李克·斯萊特 斯萊特州長多次訪華的成效顯著 帶回的投資 按照密西根州經濟發展處的數字是 中國對密西根州的外商直接投資 在2011年至2017年達到12.1億美元 其中42%來自汽車零部件和原始設備製造商 目前在密西根州活躍的有300多間中資企業 專注亞洲汽車市場投資顧問公司 Zuzugo在2018年發表了一份中資企業 在美國汽車業的調查報告說 得到國家資金支持的中國企業 從2008年經濟危機開始 就著手低價收購不良資產 為了實現中共的中國製造2025計劃 中國汽車企業在2015年開始加速對美投資 Zuzugo調查結果發現105間由中共資助的汽車企業 在美國開設了190個生產基地 其中43%集中在密西根州 大陸第一財經網的採訪中寫道 前州長施內德認為中資清雷密歇根州的原因 一方面目前76%針對汽車領域的研發 都發生在密歇根州 另一方面密歇根州在汽車及相關領域的人才 儲備非常充分 美國司法部和情報機構 對中資企業的慷慨投資 卻沒有表現出像斯萊德州長那麼興奮 2019年5月美中經濟和安全審查委員會 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 列舉中共透過中國企業 竊取美國技術和知識產權的六種手段 其中排在第一位就是直接投資 其餘五項分別是風險投資 許可證審查、合資、網絡間諜、招攬人才等 8年8次訪華 特朗普對著幹 前面提到的大陸那篇新浪網的文章說 2018年9月15日 是斯萊德在卸任州長前最後一次訪華 由他2010年開始上任州長後 每年都帶領商務代表團訪華 以爭取中國企業到密西根投資 與前七次訪華不同的是 這次正值特朗普總統對中國入口產品加徵關稅 斯萊德此行是要逆勢而為 在中美經濟關係的特殊時刻 親自尼華尋求合作 想衝破這個關稅禁忌 斯萊德表示中資在該州通過了FDI方式 對中共投資持仰慕態度 還不僅是前任和現任州長 還包括在中共擁有互動傳媒網絡業務的哥倫比亞集團 CBS在底特律的電視台 CBS底特律電視台在過去幾年 曾經多次採訪了中共芝加哥領事館的官員 2020年1月23日 當中共病毒人傳人和武漢封城的消息 已經傳遍全球之事 中共駐芝加哥新任領事趙建政 坐在CBS底特律電視台的演講室內 接受Michigan Matters主持人卡羅爾·凱恩的採訪 在長達10分鐘的訪談節目中 兩人互動的話題包括中國新年、 通用汽車在華業務、墨西根和中國企業新研發項目、 中資在墨西根的投資等 在這次速消息的採訪中 CBS主持人羅卡凱恩和趙建 都沒有提及中共病毒的問題 不夠三個月 趙建總領事的名字就上大湖區威斯康星州 和美國多個媒體頭條 美國雜誌《國家評論》4月14日的一篇報導說 威斯康星州參議院議長羅傑羅斯 由2月開始多次收到趙建妻子 不停發出的私人信 信中要求他在該州參議院通過一項支持 中共抗疫成效的決議郵件中 將寫好的決議文件交給羅斯 羅斯議長後來在4月份 將不停的這封信交給媒體 對中共態度不同 兩輪州感染差異大 羅斯議長告訴國家評論雜誌 他在2月26日收到不停的信箱發出的郵件 還以為是有人惡搞 因為前一天剛剛收到政府發出的中共病毒疫情通報 當不停同樣內容的郵件在3月份再次發過來時 羅斯辦公室確認了不停的郵件是真的 還告訴他中共領事館有私信處理公務的習慣 羅斯說他開始很生氣了 他對國家評論雜誌說外國領事們會定期接觸州長 或者與參議院的議長見面 但他從來沒有經歷過像中共領事那樣 要他按照中共寫好的決議做事 3月份羅斯起草了一項決議正準備通過 不過羅斯說這個不是中共想要的那個 我們要給中共一個曝光它挑釁本質的決議 給全世界至少是威斯康星州人看透中共的本質 密西根和威斯康星兩州位於密西根湖的東西兩側 人口分別是998萬和582萬有相似的土地面積和氣候 中共病毒在這兩個州的危害程度就大不相同 截至4月23日 密西根在全美國州感染排列第7位 共有35,291確診病例 2,977人死亡 相比之下 而威斯康星排在第26位 感染人數和死亡病例分別是4845人和246人 密西根州人口只有威斯康星州的1.7倍 它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分別是後者的7倍和11倍 密西根州受中共病毒的毒害之重 是由於底特律汽車製造商受中共利益驅使 引導整個州政府趨向中共 利益當初的州政府和市級政府又向中共開啟大門 任由中共資金收購長區植入 任由中共孔子學院在密西根大學紮根 放任受中領管控制華人統戰組織影響美國社會 在真正的中共瘟疫到來之前 中共病毒早已深深植入密西根社會的角落 如同大紀元特稿中所指 瘟疫看似無常 它傳播趨勢就鮮明地點出了病毒的目標和目的 它衝著共產黨而來 淘汰中共及其因素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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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